少年父母是國父 少年強是國強 少年自由是國自由 主持人 宋家綺 粉粉媽寶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掌聲 掌聲同時送給我們開場表演很精彩的一班小朋友 他們是來自奧南華式文化藝術培訓中心的小朋友 帶來充滿精能量的表演就是 少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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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之樂 同樣也拉開了我們語蕊豐華之 全家愛心 展芬芬的節目為何 我是主持人宋家綺 大家好 這邊兩位都是我的好拍檔 不過今天他們有個特別的新朋友 沒錯 大家好 我是李若 我們大家好 我是春文 我們是 芬芬媽寶 愛心助力 夾夾夾 很有愛心 還有一個心形 芬芬媽寶 沒錯 吹水就不用說 不是這樣說的 奉獻愛心就不用說了 有沒有什麼奉獻愛心的法寶 我和昌君既然組成了這個芬芬媽寶 現在沒有拿樓灘的 是嗎 絕對有些東西的 因為早前我和昌君的師傅任永泉 在一個特別節目《全一位女》裡面 全哥和廣東仙樂控股集團 以及廣州利瑞公益慈善基金會 廣州安道文化教育有限公司旗下 iPi網上數學平台 聯合發佈了一個精英夢的公益堂目 受到社會的支持和好評 所以我們今天就再次再來 代表任永泉工作室 和月粉芳再一次強強聯手 繼續傳遞愛心做公益 請問事不宜事 一開始馬上有一個非常簡單 但很有意義的儀式 就是啟動精英夢公益項目 馬上登請以下的主例嘉賓 精英夢慈善項目 胡家瑞先生發起 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 目的是幫助獎勵校園優秀教師 優秀家長 優秀學生等等 為社會奉獻一份責任和力量 月秀區文化廣店旅遊體育局局長 楊惠國先生 廣東仙樂控股集團副董事長 兼廣州利瑞公益慈善基金會理事長 禮愛兒子小姐等多位領導來不 來到現場 將象徵愛與溫暖的水分 注入樹苗當中 愛心助力 精英夢園 精英夢公益項目正式啟動 掌聲要送給我們財獎就座的 愛心觀察團的各位 辛苦大家 你們會幫我們闖關的朋友們 助力加油打氣 不過在請他們出來之前 先想問一問楊局長 因為我知道其實 月秀區在青少年傳承港府文化 以及傳統文化方面 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實事的 楊惠國先生 不如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在座各位觀眾 可能很多小朋友 都在我們月秀區的名校裏 是在讀書的 其實呢 如果是這樣 應該知道 在月秀裡面 有三件事 是我們的小朋友必須要學的 第一個是 是粵語港股 第二個是粵語童謠 第三個是一個非維的項目 叫通草畫 這個是我們月秀作為 廣府文化 以及非密德文化遺產 進校園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所以從2018年開始 我們是編一部 非維的教材 直接進入到學校裡面 和小朋友上課 現在來說 第一部是我們的廣彩 已經編編了 在2018年的書香節 正式對外民誓 接下來的話 我們月秀的小朋友 以後會不斷控制廣彩 對外民誓 濫雕 打童 這些作為教材 都會進入到學校裡面 小朋友就可以直接 學到我應該怎樣去做這些非維的東西 是 厲害 好 不過話實話 既然我們是一個廣關的節目 當然要說說推舉 每期節目 我們都會有三個家庭 親子家庭 上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是接受港府文化的挑戰 通過這個答題 遊戲等等的形式 去贏取這個愛心值 愛心值 贏得越多 做的公益事業的付出就會越多 但是 這些愛心值 是怎樣幫到人 以及幫到哪些人呢 Candy姐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次這個活動 如果我們賺了這個愛心值 我們將會幫助到很多很多山區的小朋友 他們是可以拿到一些物資 圖書等等的這些東西 我們真的要加油了 我們的家庭 當然想跟潘先生聊天 潘先生 在教育方面 你覺得在這次的這個節目當中 怎樣去呈現 怎樣去更加幫到更多人 我們iPi其實主要是做線上的數學教學 對 透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 希望幫到小朋友學好他們的數學 明白了 剛剛說了iPi 還要AI 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怎樣 如果你不知道這裡很難走出這個門口 是嗎 iPi 人家是誰 這個我知道 我知道 你搶答嗎 我現在是 那給你講 又永全全家 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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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iPi的代言人 想在這個時候分享的是什麼 首先要謝謝潘先生 還有李小姐 給我們這個機會 為祖國的教育事業出一分力 是 其實說回大家都知道 少年強則國強 少年怎樣才強呢 其實少年首先要自強 我很多省政協的題目 我裡面都有提到關心這個 祖國的青少兒的教育方面 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 沉迷在這個智能手機裡面 是有自己的一個很固化的空間裡面 缺乏一些正常的社交生態 我希望他們積極的態度 去關心這個社會 關心國家 關心身邊的人 關心家庭 關心徒兒 關心老師 所以希望我們藉助這個精英夢 也好 這次的活動可以令到更多小朋友 具有更多的精能力 好 恭喜全哥 恭喜全哥 最後想跟著名製作人 何通老師聊一下 有什麼鼓勵的話 可以送給即將要登場的 三個親子闖關組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小朋友能夠跟家長一起同台去競技 同台去牽技 將很多我們本身的港府文化的傳承 去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無論他們的造成怎樣 無論他們拿多少分 我們全場都應該給他們一個很大的點讚 是 除了點讚之外 我們給點掌聲鼓勵一下 即將要登場所有的闖關家庭 他們越來越試了很久 沒錯 很期待 在後面等了很久 事不宜遲 馬上請出今天的第一組家庭登場 新穿別具特色的漢服 向我們慢慢走過來的 就是黃澤如和她的女兒 蔣依依 她們舉手投足之間 都散發著廣府的味道 將廣府文化魅力 展現得淋漓進姿 對 西嶺,介紹一下 這位拍照得來又受愛惠中的女兒 這位是我三歲的女兒 叫蔣依依讀托一班 有些… 她有些緊張 她有些緊張 不要緊,不如這樣吧 來安靠一下她 安靠一下她 去答題區,好嗎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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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全哥經常說話 來到我們節目開心 開心又是忍不住 開心到哭 對,開心到哭 男孩就是二組 接下來第二組親子家庭 又會不會這麼開心 不如遲 馬上請上第二組家庭 大家好 我是星遠電台的節目主持人 我叫高哲 今天呢 在這裡很想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一個三年級的語文老師 被小朋友佈置了一行作業 被爸爸或者媽媽寫一封信 作業收上來之後 這位老師忽然之間沉思了 其中 一個小女孩 在寫給媽媽的信中 是這樣說的 她說 媽媽 雖然寫作業的時候 你經常坐在我身邊 但是 其實我感受不到你在陪我 因為 你經常拿著手機在追劇 每當我 不懂得做的時候 你就經常說我 很笨 還怪我 上課沒有聽課 然後 你回頭 又繼續在這裡看劇 我看到你的表情 經常都在這裏 跟著劇情在這裏變化 但是 你完全感受不到 我的心情 都在這裏變化 所以我很想說 媽媽 放下手機 過去了 那我心有動人 少生的迷人 願在可 欽赴你 那可愛面容 還手說夢啊 像昨天 你跟我 我 問一問高倩 為什麼會想來到我們這個特別的節目 可能由於我自己職業的原因 每一天我們的工作崗位上 還有我們接觸的事情 都很多會是跟愛心公益有關的 我都會去支持這些活動 當然我都會有時在工作之變 我都會將它帶上一齊 一起去參與我們的節目 全個都是這樣的 去到哪裡都帶著自己的女兒 還帶著自己的媽媽 帶著自己的徒弟 帶著同事、兄弟、姊妹一起去做公益 因為做公益一個人是做不完的 先謝謝你們 不過他們是第二組 還有最後一個親子家庭 我也有點期待 事不宜遲有請第三組 我長山中來 帶得藍花草 種在小園中 希望開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時過 極懷看花人 包也無一個 眼見超天道 移花共在家 明年春風晚 足雨滿春花 謝謝大家 謝謝 有一件事我真的不明白 我們這個節目要請親子家庭 親子 顧名思義 親生的女兒 親生的兒子 叫親子 帶兩個兒子 一個姓陳 一個姓 一個姓 首先我想跟你解釋一件事 就是你這些叫做合義的親子家庭 我們現在只認是 帶的廣義的親子家庭 親子就不一定是 要媽媽和小朋友 或者爸爸和小朋友 才可以 我是親子帶著別人的兒子上來 那兩個家長 很大膽 我覺得他們很大 我記得說 陳韻之 他今天還帶了一個禮物 要送給三位叔叔 來… 來… 先介紹一下這個作品 這個是披薩星球 這裡有一個糖果星球 這裡有一個火箭星球 披薩星球在陸地是可以吃的 糖果星球 如果糖果吃完了 它又會長糖 然後火箭星球 就是可以發射很多火箭 發射掉了 它還會長火箭 很有意思 是啊 平時一個過度活躍的 一個女主 女漢士 今天又好像懶心沉 讀書所謂何事 是啊 其實我今天來這裡 就非常認真 嚴肅 和大家推薦這本書 咦 《吸孩子的一百首新詩》 而我剛剛 我們三位所表演的這一首 希望就是來自 我們著名的私人戶式的一首 對 都會收藏在這裡 這本書就是 我們全哥 任銘全先生 和另外一位省政協委員 楊克老師 推薦給港大學生的書籍 也是中小學進校園 強烈推薦的書籍 同時 全哥和他的女兒 任意還親自主持了 為對應的這一百首新詩 做的一百期的新詩傳說節目 全哥 隆重介紹 這個節目也得到 胡先生和李小姐的支持 非常之多謝 其實大家知道 中國幾千年的文化 其實留下了很多 很古籍人口的詩篇 但相對於古典的詩詞來說 新詩其實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 他的節點就是 1917年的時候 胡適先生在《新青年》這本集節上 刊登了八首白話文的詩 胡適老師也是作為新詩的第一人 希望呢 亦是剛才Mode朗誦的秀詩 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其實好像我們今天 《青年夢》的一個夢想一樣 希望能夠給到更多小朋友 更多的希望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 多多捧場 和介紹自己的小朋友 好嗎 是 三組親子家庭 一起做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喂 等了這麼久 事不宜遲了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第一關 《月文翠彬芬》 第一關《月文翠彬芬》 一個有三度必得提 三組家庭將要根據題目內容 在限定時間內完成問答 答對的和得一百愛心值 答錯不扣分 不扣分 不扣分 馬上開始我們第一關的第一題 《長古道道兩》 《遙舞偏偏起》 逐話說 遙家的孩子 會說話就會唱歌 會考 老就會跳舞 下面的時間 隆重請出來自 青年市連南遙族自治院 民族小學的同學仔 為我們展示 讀句遙族特色的長古舞 大都喵 大都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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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是 长鼓 姚族叫做汪都 约一米多长 古身世长两头大 程喇叭状是用沙铜木制作的 请问制作一把合格的长鼓 要选取几年以上的沙铜木为原材料呢 好了 答题 计时开始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三组家庭都已经作答完 第一组家庭 责如是答七年的 为什么呢 香港数字 高智和女女就是答了六年 因为我觉得六比较顺 不是 我跟你们说 前两组一看就知道是妇人之想 说到自己不是妇人 你想想 我们以前有学过生日课 树怎样计算它的年龄是看年龄的 六年树的年龄最多那么呆呆 它的鼓这么长 这么粗 怎么这么呆呆做得到 你对吧 真有道理 事不宜迟了 立即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三组家庭 我刚才认识了 是的 主持 不不 不 不好意思 主持 可能我们刚刚写的时候手一振 手振的时候就多了一个零 没有人答对的 真的比较可惜的 但是我想问就是月秀菲文化港电脑 由体育局的杨卫国局长 和我们介绍一下杨卫 刚才跟我演的长古舞 其实是排遥 他们千年一直流传下来他们传统的舞蹈 姚族是一个非常能歌善舞的民族 然后他们还很威衰一样东西 是2006年5月的时候 姚族的耍歌堂是被评为了 我们国家第一批的非文化遗产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什么建议 虽然三组热身未够 未能命中准确的答案 但是有一样东西 解释得好 所以加了分 所以我觉得这一题 你应该都给他们暂时过关 这样都可以 不是我明白 因为全哥其实他就是想要做善事 所以要捐一些书给生育的小朋友 所以他们就要有分 有爱心 我是代李小姐说的 因为到最后这些书是他捐的 不能够再同意你了全哥 因为太同意了 就这样了 全哥都说了 李小姐又可以了 那么这题就 一人100分 每个人100分 100分 第二题是视频题 广东省梅州市封信苑 有一处水田风陌 一磨风暖的小镇 报宅镇 这个一点都不起眼的小镇 现在就在酝酿一场 震撼人心的盛会 一条巨大的火龙 有数十个年轻人拖着 又在夜空当中 光滑四射 没多远 而附近炮掌破空的声音 拖走一阵阵的龙油声 震撼大地 陷遥人心 这条数十人的庞言大物 就是这场盛会的主角 豹祭火龙 请问自清乾隆年间 梅州普宅人 在什么节日 举办烧火龙大会呢 好 三个不同的选择 分别有元宵 段鞋和灯光 知道究竟哪个是适合 还是全部都不适合呢 事不宜迟 马上桥 你提的正确答案是 元宵战 0月10月 元宵战 竟然 天啊 唯一的答案是 依依不舍草 所以习宵可以加上 100分的爱心性 200分的爱心性 公平 专门制作人 河东老师 经常全国各地 去五个地方 拍摄 或者记录片 或者影视作品 有没有去过当地 有没有了解过这件事 其实这个普宅人的火龙 都是它制作的一个流程 首先就会起骨架 你起骨架之后有表纸 表纸还要花很多心 用手机也要画 去画笼上色 然后呢 还有你看到很多一次的火药 是插进去的 好像爆成纸花 那它做出来 走的时候 有些火药轨迹在那里 挺辛苦的 十几人一起开工都要 整个星期才做得到 哇 不要紧 一年一次 整个礼物 不要说一个星期 几个星期都愿意 因为在正月十五元烧之后 一起开心热闹 对 今天两题之后 第一关剩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这些楼柴 埋在河床地下的阴沉木 新开发场地废弃的树桩树头 山塘水冲出的树根等等 可谓是取之不尽 这里丰富的资源 得建独厚的自然环境 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促进了羊春根雕的发展 请问羊春根雕的作品 有哪三大类呢 好了 今天三个都有不同的选择 是时候公布第一关第三题的正确答案 请看答案 它们分别是 紧书 即是根毅书法 造型根毅 和实用根毅 我已经合了两个 对啊 很厉害 等一下 我这个根加具算不算是实用根毅 算是 当然算 我这个根丢算不算是造型根毅 是不是 这个不及我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责瑜的艺术根毅 都是书法 书法都是艺术的一种 如果我们这样说 根木也是 对啊 我觉得就全部对了 哇 你早说我们这个环节就不用做了 你直接做五千本书就可以了 好 正确答案在后面 但是我们为了做善事做攻击 全部都对 好 好 现在就是依依不舍是三百分 外星星月是二百分 少男少女二百分 很明显就是我们依依不舍 对 暂时领先 对 好了事不宜迟了 马上将我们今天的第二关就是 飞围展宾分 第二关 飞围展宾分 飞围传承人将会进行飞围作品的典视 三组家庭要进行 与这个飞围文化相关的游戏体验 爱心观察团根据完成程度 决出名次 分别获得三百 二百和一百的爱心值 有请飞围引战人何超 和广东省飞围文化遗产 广东西关打同工艺传人 苏英文 大家好 我是飞围引战人何超 在我身边这位 眼睫高、技艺高 最重要是身高高的三高传承人 就是广东西关打同技艺的传承人 以及广东天程童艺的掌援人 苏英文老师 大家好 苏仔 苏英文 广东西关打同工艺传人 牵程童戏链掌援人 其实我们和这个童戏的渊源 都非常之深 我们广东的名赛 就叫做童盆蒸鸡 其实说到童盆 很多广州人都会对 这句话很熟悉的 就是 桑林一响 半个西关都知道 其中这句的桑林 就是我们桑英文老师 父亲 我们的桑广卉先生 桑广卉先生 就是我们广州非常非常著名的 这个桑艺大师 刚才在2007年 我们苏英文先生 接手他父亲的事业 在这里继续发扬和推广 所以在2013年 就将这个广州童艺 打入了广东省的 《非为名录》当中 多谢… 不如展示一下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些宝贝 好吗 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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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识哪一样 我想识 先做个盆吧 好啊 这盆有来头 这个就是老广州 有一家人在家里头的床下底 找到了两个烂盆 好啊 接着就是他的太坡啊 阿玛啊 一直一直传传到他们这一代 所以就送给我们 还有呢 他就说了这个盆的整个历史 接着我爸爸就用那个筆 在这里把那句说话留下 什么叫新三年 旧三年 碰碰碰碰有三年 你看看 他已经是补了超过十个垃圾了 也有黄铜片 紫铜片 铝铜片 还有保单车胎的胶水 真的 这些是保单车胎 是很多历史 这个很有情怀 这个很有人情味 我刚才嗅一嗅那股味就觉得 那不如大家猜猜吧 Kendy姐 你可以猜猜 我觉得是一个烫斗 潜意识就是烫斗 Kendy姐说是烫斗 阿君君也说是烫斗 结果她真的是烫斗 为什么你这么厉害 不如问一下 问一下怎样加温 那个洞里面 哪个洞里面 没错 它有机关 怎样呢 你扶住它 我扶住 这里打开机关 接着揭开它 接着放了炭 还有后面通风 想大一点 想小一点 可以变成煤炉 打大一点 打小一点 即是炭就全部放在这里 对了 你如果拿一只牙签 捉住鸡翅 又可以放在这里 又可以烧 大家猜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 我 这个厉害了 我知道 Kendy姐知道 你又知道 这个是否以前人家买米的时候 一沉下去 然后 哇 这些没通水 先说明没通水 是吗 这个盆 人家送给我们的时候 那些故事 我爸爸也把文字写在上面 哦 这个就是有一个姐姐 就拿了这支通过来 她就说她的太公 当时在黄沙码头 就做这个粮食生意 在米仓里有很多不同的粮食 所以她这个工具 就是插进袋里 然后流出一些米 验一下是什么货 有没有过期 等等各方面 但是在我的年龄都没见过 但是在香港电视见过 没有用金属大骨 都用竹筒 是 我有留意过 没错 其他这些就是铜杯 鸿蒜盆 铜鱼 煲水 煲水 真的好 传哥的老冠宝 他就会用很温庭来装那些杞子 但苏仔师傅带了很多她的这个 很多她收藏的东西 好 各位 请看 三组的朋友 这东西 用来做什么用途呢 好 祖仔师傅 是时候告诉我们一个答案了 正确的答案 我还以为是电话 其实是正确的答案 她这个是烫斗来的 喂 她这个历史是比她更加再远的 这个就是放在上面的碳碎 放在上面 接着又是慢慢地去烫衣服 就比她更加一组了 所以就两个答对了 对了 两组就应该是 高加三百才行 中间她都说了 就加上两百 加上两百 对了 一个两百 OK 谢谢 特别要给点掌声 就是我们的非伟传承人 桑仔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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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飘 谢谢 事不宜迟 马上将我们今天的第三关就是 手快 抢 笨 笨 第三关 手快 抢 笨 笨 一个有七道抢 答题 答对每题可以获得一百爱心值 答错不扣分 第三关的第一题是图片题 现在请看大屏幕 请根据图片估出卸头语 抢答 开始 好 笑男 笑女 老虎日吃饭有点事有 嘉杰 我觉得现场的观众很精力 所以我觉得可以有一个环节 可以求助观众 可以 可以 哪个朋友会这个卸头语 山顶 山顶那个环节 豉油拌饭 整色整水 好 你理不理不理人家的答案 知不就是这个 豉油拌饭 整色整水 其实我是知道的 只不想 不是我们这边 就是笑男 笑女 想给一些机会 给一些观众与众同乐 你明白吗 但是是不是正确答案 我们马上来公布 答案就是 豉油拌饭 整色整水 不如请Kenny姐给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寓意表面上就是说 白饭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加一些醬油下去就有了颜色和味道 是 谢谢Kenny姐 好了 第一题就是 阿Mo搶得这个头筹 所以她有100分的爱心值 接下来第二题 好 第二题 依然是图片题 请看大屏幕 请根据图片 猜出血后语 上面有字 无意茶壶得把嘴 我想问谁出这个题目的呢 谁这么想送书 她要大家猜出血后语 她把那几个字全部写在上面 有人认识 我明白了 她太有爱心了 是啊 她太想做公益了 好 抢答开始 笑男 笑女 我们的答案就是 无意茶壶得把嘴 好了 事不宜迟 马上来公布正确的答案是 无名茶壶得把嘴 这期的导演可以到制片里 结合这些数字就走了 OK 笑男 笑女 加上100爱心值 是的 玩笑的就是笑男 笑女 OK 第三关的第三题 请在30秒内完整并正确读出 下面的急口令 请 抢答 爱心情愿的 是 来 30秒开始 马大妈的儿子叫马大虾 马大虾妈妈妈叫马大妈 马大妈的马大虾买麻花 马大虾马帮马大妈买西瓜 马大妈叫马大虾 叫我芝麻 马大虾帮马大妈买棉花 马大妈要马大虾 以后不要再叫马大虾 Katty这样说的不行 因为不可以再叫马大虾 和不可以再叫马大虾 是两样东西 又是 这个很关键的 你为了那两个字 就不送出他一百本书 是不是几盒情愿的 做人是不可以紧的 对不对 凡事都不可以太过去认语 尤其是做爱心的事 怎可以这么根根计较 对不对 真的不对 送书是一回事 但对错是一定要说的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两位的意见是非常统一的 因为刚才Katty姐说 她多了一个叫字 因为如果她完整读完 已经是一百分 加了一个字 再加一百分 就是两百分 对不对 爱心情 原来加两百 好 第四题 我们先玩了新意 我们来听一首歌 听一首歌 好 听一首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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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歌词中的撇脱是什么意思 A 不负责任 B 无情抛弃 C 干净利落 D 装无作养 请答开始 A 不负责 C 究竟这个C是否真正正构答案 请绝调 干净利落 好 接下来 下一题 我们要请出来自 星河湾凌格峰幼儿园的小朋友 为我们表演 钢琴古风朗证兽 原创古斯二哥 先看一看 来 C 干净利落 好一句世界 夜荡山来发生 随风轩别人无喜无愁 夜地群俊海将穿过土壁 小大红翅翅 华虫华虫华虫 小大红翅翅 华虫华虫华虫 小圆之石街 当春海发生 随风肩不依人无喜无憑 夜 小白紅絲衝 花仲清觀衝 小白紅絲衝 花仲清觀衝 唐朝的文化藝術等都呈現多元化開放性等特點 在詩書畫樂等方面湧現大量名家 而廣東第一位狀元也是來自唐朝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A.張九玲 B.莫酸卿 C.海瑞 D.楊一清 搶答開始 愛心清遠隊在 B. B嗎? B. B. 正確答案是… B. 最後兩題,第六題了 沒錯,我們現在看的是C頻題 請看大屏幕 B.莫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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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 哦 行花千 不願不願 你來開 這段粵劇的小放牛非常之精彩 問題來了 粵劇起源於明代 你知不知道 廣東最古老的粵劇戲台在哪裡呢 A 廣州 B 台山 C 站崗 D 佛山 搶答開始 小蘭 少女 我們的選擇就是 佛山D 好 D 佛山對還是不對呢 立刻來挑正確答案是 D 佛山 好 還有提出題的 我們要請出來自 黃埔結衛國際幼兒園的小朋友 帶來幼兒朗重 寶寶雪糖師 磁武首中線 由子生上衣 呈悲美鳳 齡心必密風 一同臣臣吹來 此人春潮心 抱得三春歸 抱得三春歸 慈母首中線 由子生上衣 從孤渡金 戳 也是我國特有的一種 首功製造藝術 寶 此武首中線 由子生上衣 而中國四大名獸之一的月獸 至今已經有千幾百年的歷史 明朝萬曆二十八年 更加獲得了韓美語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A 中國比西方的禮物 B 貫磚金銀豬肉 C 當代超級壽品 D 東方明珠 搶答開始 以以不捨 老師說不會選擇C 是否這個確定 是的 以以不捨說是C 當代壽品 這個節目是很隨意的 平時是不能補答的 這一題補答吧 補答… 搶答開始 又是你 還不是你 3 2 1 D D 好 又可以玩我們的搶答 再搶答 搶答開始 是 愛心情語隊 是 好 3 2 1 A 還是B 好 繼續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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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快點 好 跳了 跳了 Yaa Yaa 贏了 Yaa 贏了 贏了 可以了 第一次答 A A 到底是否正確 好難不正確 因為已經玩了四次了 請看正確答 大家在中國比西方的禮物 月秀是中國四大微秀之一 在2006年 被列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微錄 月秀包括潮秀和廣秀兩派 她的針負短 色彩龍鹽 花紋生動寫實 十七十八世紀 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和查理一世 積極地倡導廣秀 要求英國採用廣秀作方形式 組織皇室受裝 加工秀制貴族服飾 並稱之為中國級西方的禮物 好 恭喜少男少女隊 最後無離頭搶成功 他們可以加上一百愛心值 三關過後 少男少女隊獲得九百愛心值 排名第一 而愛心情願隊和依依不捨隊 都分別獲得七百愛心值 三組親子家庭一共獲得兩千三百愛心值 他們的愛心值 將會兌換成為同等數量的圖書 捐贈給山區的小朋友 好 好,下面我們有請廖小姐 跟我們公布一下 我們短期節目 我們要捐贈的圖書數量 我們現在總數是二千三百本 我覺得二千三太少了 大家覺得是嗎 是… 我們不如捐夠… 一萬 好,就你說的一萬 一萬本 好 好,接下來我們請三位嘉賓 為親子家庭的一般化 一個愛心的獎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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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在座和很多家庭觀眾 都獲益良多 也要多謝我們三個家庭 努力去完成遊戲 送出這麼多愛心值 當然也要多謝我們參與公益事業的大小朋友 特別感謝支持單位 廣東思路控股集團 廣州利瑞公益慈善基金會 廣州安道文化教育有限公司旗下的 iPi網上數學平台 多謝你們 多謝了 既然現在我們這麼齊娃娃在這裡 不如我們一起提前 祝天下所有的小朋友 612同事快樂 各位公益之路仍在繼續 下星期日晚 晚餐9點8個時 我們要找風華之 全家愛心淺紛紛 繼續不見不散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舞龍舞斯 大便活人 才藝表演定過台友 春生姐姐專業策略 一點點都不給 廣式展示初體驗 心靈手巧脆紛紛 6月2號晚9點8月 穩豐華大利紛紛一下 我們不是猜他來做什麼的 這個也不用怎麼猜了 說畢業而已 應該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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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他什麼 他有些水 就畢業水出來這樣 那就證明你錯了 這件事 他才是夜壺 他才是最難猜的東西 你捉不捉到